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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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毫无疑问 拼一个中带 哎呀 第一遍拼近了 这个角度也挺尴尬的啊 哎 但你真正的这个红球打进以后 或许主球的位置会停留得更舒服一点 嗯 就是因为没进 其实像小灰在中国自己的巡回赛 就是排名赛 比赛中间 中群赛里面 中群赛里面 好像输了很多 其实 他也在尝试不同的打法 所以说跟中国这些选手在打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看了 有些 有些 有些裁判也跟我们反应 小灰完全是放弃了防守 彻底的给你打 打对攻 看看机会有没有小灰 这球也没什么好 可以能处理的 两分旁边的红球有进球 但是这个手架很不舒服 对 除了这个球之外 打下方的红球 那太难了 对 看这个红球最终是落在什么地方 然后运气还不错 正好是被六分挡住了 亨特利也要看 嗯 这个线路能不能回来啊 他打 三颗红球的两颗中间啊 这球落掉了 也很难 哈哈 这个就是今年的中青赛就是青年组青年组的冠军上海的史双羊嗯 这球要想出来的话一定要发力 对 发力打 你这个角度 进球角度本身就我们所说的空间很小 你又发力以后 这角度本身就还没了 没有了 对 你再一发力 但是这球也没办法 你必须要发力出来 嗯 好 亨特利有机会的 好球 哎呀 有黑球有 这球没办法 只能让他打黑球了 对 但是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手架非常的别扭 这几年亨特利也 我们所说的小肚子也大了 嗯 趴下去有点累了 嗯 啊 明显 明显出干部了 嗯 身体 重心很难掌握 因为你要趴在球台上 整个 整个手臂有点 我觉得有点累了 有点测了 嗯 大家说到这个 形体的保持啊 亨特利比西金斯强多了 西金斯这次二十五开赛 我感觉又胖 又胖了 嗯 嗯 哇 嗯 中肝一顿一酷正好 下面颗红球 嗯 啊太多了 嗯 这球大 大家再看啊 两分边上的这颗红球 应该没有进球 啊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是没有进球的 丁俊亏 这样 看看亨特利的准度 嗯 嗯 哈 差很多 天呐啊 哈哈 差很多 嗯 嗯 其实如果你这种中远台打不进就是给对手一个信号 你的状态还不行 所以说对手会心里心里面会慢慢的压力得到放放松以后 哎 他对你的我们所说的就是对你对你的警惕性就会降低一点 这事你就反过来讲就觉得特别的好理解了 如果啊一上来这对手 啪啪啪三杆 这个远台全拼进了 那你的防守压力压力大了 对 好球啊 这个亨特利 真的打得准 只有这一个点 再厚一点就白球 主球要掉带了 嗯 嗯 好球啊